来 今天咱们来看一道非常经典的一错题 这道题目本身不难 但是非常容易丢解 我们知道根号下8-x为整数 并且x为正整数 问我们x的值 既然x为正整数 并且根号下8-x为整数 说明8-x表示的是小于8 并且大于等于0的完全平方数 并且是个整数 那么知道这个以后 很多同学就想了 那8-x当然可以等于1 8-x也当然可以等于4 所以解除x的情况就应该是x等于7或者是4 写到这里之后 大家发现就错了 还有一种情况 是8-x等于0 0也是完全平方数 所以最终的结果 x等于7或4或者是8 这道题目才是完整的答案 学会了吗 下课 那8-x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